台湾新生儿中每七到八位就有一位是新著名的子女 但是他们的父母因为经济或者是语言等因素 让子女在基础教育学习上产生了障碍 因此福伦社特别开办了幸福小学堂 提供免费寒暑假客服 国际福伦3490地区在今年夏天开办了幸福小学堂 希望提供新著名的孩子在寒暑假的免费课业辅导 甚至还进一步规划其他学习或是才艺活动 在新北地区这边有外籍配偶组成的一个家庭 因为他的工作起得不易 我们的工作都需要征兆 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基本的劳工 所以收入减少 在经济方面他们处于相对的弱势 我们为了要减轻他们家庭的负担 为了要照顾他们的小孩子 所以我们那个福伦社才有这种 发起这个计划来帮助他们 那同时这个新武小学堂 不只是一般的科学辅导 我们还注重得益体型的发展 那最主要还是说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跟一般的家庭的小孩子 站在相同的旗袍点 三重区长刘来通相当感谢福伦社在经费 或是人力上给予大大的协助 尤其三重区有8000多位新住民 能有民间和政府共同合作 相信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 新北市的统计大概有9万多名的新住民 那三重区就有8000多名 所以这比例是相当高的 除了对于这些新住民的这些下一代 透过正规的教育体制之外 当然要靠很多一些民间的资源来帮助他们 所以像公所最近也会跟我们 这个孩子的秘密基地 我们也会挹注我们的资源 我们会针对这些小朋友的 比如性别友善 性别平等的这种课程 我们会特别的去 从小就给他们来帮助 一些教育的协助 这次的服务活动 预计在三光和光新国小举办 除假部分从周一到周五的上午 为期六周 而寒假则规划一周的课业辅导 希望重拾孩子的学习信心 记者方健台 林锦瑜三重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